最近妈妈是超人3可谓十分火热 节目中的萌娃都十分的可爱 当然我们超人妈妈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最近妈妈团还参加了天天向上的节目录制 这也是妈妈们首次组团参加综艺节目 不少人都想知道天天向上妈妈是超人3专场 是哪一期播出在最新节目预告中 我们看到了霍思燕黄胜一等妈妈亮相节目 这期节目会有哪些精彩看点 5月13日本周日晚天天向上迎来最新一期节目 本期的主题是听妈妈的话 这期节目也是为母亲节而准备的 节目组专门邀请了妈妈是超人中的四位妈妈做客节目 黄胜一、霍思燕、阮盈盈、邓沙纷纷亮相舞台 妈妈团将和天天兄弟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在节目中四位妈妈分别讲述了带娃的经历 他们的真情流露让观众看了很有感触 之前网上有不少人都质疑霍思燕有公主病 而且还喜欢给儿子撒娇 这一次在节目中霍思燕现场回应 其实以前她也是一个女汉子 但是经常在外拍戏见不到儿子 回家爱撒娇 这都是跟老公渡江雪的 这把狗粮来的让人措手不及 超人妈妈黄胜一在节目中也回应了与儿子不熟的问题 很多人都质疑黄胜一和安迪明明是亲母子 但是关系却非常的僵硬 黄胜一面对这样的质疑回应道 安迪是属于外冷内热类型的 虽然不爱说话 但是他很热心肠 而且他们私下的交流也是很多的 在这期节目中 每位妈妈都诉说了自己带娃的烦恼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们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天下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母爱